今天的題目是探討一個長久的關係 Long-term relationship 即是兩個人相處的技巧 如何維持Long-term 我的台上有初期階段 沉沉密的階段又講了給大家聽經驗 約會的經驗又講了給大家聽 我的確很少講長期Long-term relationship 的關係 如何維繫 因為這個題目本身是很深奧的 坦白說我都在學習中 我都不能夠說自己是專家 但這個技巧在於 和你前幾個步驟是完全一樣的邏輯 如果你想維持長久關係 大家記住一件事 只有一件事 就是上下靶位 你站在上靶位 你就可以維持長久關係 當你被所有東西蒙蔽了之後 你發覺你只有一條規矩 這條規矩才能幫到你 就是上靶位 很簡單的比例 就是你公司的老闆 他請十匹東西 十匹東西請你回來 OK 不需要你做 可能做些很簡單的事 你會覺得這份工很笨 你便是一個下馬位 他給了你錢 然後你就要做牛就做馬 老闆說什麼就說什麼 但是你找回十萬元的一份工 你是很難找的 你變相你是很需要這份工 你就站在下馬位 你極需要這個老闆 但老闆其實不需要你 他可以隨時找一個你一個人 給他十萬元 可能更低的價 八萬 七萬 六萬 五萬 兩萬元 然後都有人做的 越出越低都還可以 那就是老闆就是一個上馬位 譬如你打工 就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你讓他知道 哎呀死了 我沒有了份工會怎樣 那你會很害怕 如果兩性關係是怎樣 你就是要令到你的女兒 變成你的員工 變成你的工人 變成你的slave 即逐一點這樣說 變成你的奴隸 如果不是的話 你基本上是站不穩 在上馬位那裡 好坦白說 揭穿了兩性關係的面目 就是 隨便一個做奴隸 不是你做 就是他做的 所以有些人說 哎 哇你這樣啊 那些女權分子好像說 哇你當女人是工人 當女人是奴隸 這樣哪有行的 然後又給我一個dislike 在影片那裏 那就無所謂 我揭穿了真相 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那些情侶 很多時候 那些男生玩了手袋 揭穿了那些 一抽二嫩 幫女生 賭完屏之後 拿著所有東西 跟著尾 這樣 其實男人做到slave 只不過我今天 就是站在我們男性角度來說 你不要做slave 你要倒轉做master 做他的主人 其實很多女人都是天生 都是有個奴性在裏面 但是就是你有沒有能力去啟發他 有沒有能力開啟他 騎著他 好似一隻馬 你騎著他 很多人就說 喂 為什麼我女兒 不做啊 那些事情 什麼都不做啊 什麼都不服從啊 這樣 就證明你自己本身 你霸氣吃不肯住這隻野馬 他本身就是一個更加壞的男人 才能夠吃住他 那個道理就是這樣 就是那個光譜 那些女人就是這樣的 總之就是 你一個好男人 你吃不肯住他呢 他就找個壞男人吃住他了 所以你會發覺很奇怪 很多女性都說 我喜歡那個bad guy 那個壞男人 為什麼呢 就是一個壞男人能夠 馴服他 令到他成為一個奴隸 這個非常之重點 那個bad guy 不會告訴你 他用什麼方法去搞定這女兒 其實他就是用這個心法去搞定這女兒 就是當他是奴隸 那女兒就會覺得 嘩 好男人 終於用 我終於做回一個女人 在她面前 小鳥依人 做牛做馬 完全付出 覺得那種母愛爆棚爆出來 因為他bad guy 會不會做回男人的本性 指使那女人做事 那他壞男人就站在上把位 那女人就站在下把位 那到時 到其時 那個長久關係 怎樣維持呢 就是那個男人做事 到時 我終於一年 兩年 三年 是我做事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我做事 那女人就因為他極度需要這份工 極度需要一個男人去盧洗他 變相他就沒有權選擇 那是基於這樣的關係去形成 好了 這個是一個終極心法 就是要講明給你聽 講明給你聽 一眾網友聽 坊間的Alpha不多 都是跟八二定律有關係 總之八成就是Beta 只有兩成人可以做到 所以有些人說 怎樣維持長期關係 那些Backguards根本就不需要維持 他們根本就是喜歡就喜歡 其餘的八成人 其實很多人都是普通人 其實是一個游離狀態 即是五十五十 有些人甚至那麼差 根本就是沒有權決定 你說五十五十 都起碼要先打個和 起碼大家都不分上下 上下把位都未能夠爭得贏 或者誰可以很確立地爭得贏 中歸一句 如果你說怎樣為之 你一個上把位 坦白說 真是很現實的 你是可以隨時摸到女兒都可以 那個就是上把位 有一天跟我說 你女兒 你飛了她 你行不行 如果你說可以 沒問題 找我見 是說得出做得到 而不是說只有講字 我飛了她 但是自己又抱著女兒 不放 那樣 那基本上 那個就不算一個很強的alpha 但如果 喂 他真的說出做得到 甚至 哇 真是幾十個女朋友 任他選 坦白說 這個真是實質的數據 他真是alpha 他真是做到那種 即是 瀟灑的那種的 警戒 而他亦都明白 但長期關係就是這件事 即是那種不在乎那種警戒 好了 講完心法之後 就講真是實質進行 怎樣維持長久關係 首先要先回答好 首先 一條女兒 你溝女兒來算 Sex是很重要的 即是我以前看 佛樂伊德的書 都不是很想明白 為什麼這個大師經常 都跟講的理論 和性是有關的 什麼都是Sex 什麼都是Sex 但是這位心理學大師 的確是有他的基礎 在裏面 人是基本上 和性是根本物不可分的 基本上是一個 黏在一起的一個重點 所以你溝女朋友 一定是跟她的性關係 一定是要有一個 比較密的次數 多的次數 比較高質的次數 每次也都有高質 你起碼對於長久關係來說 是健康的 通常我一個網友這樣計 他跟我說 女兒怎樣維持住 我第一次問她 究竟你丟不丟得多 跟她的搞事次數多不多 以及搞事次數方面 是否理控制 如果理控制 這樣就非常之好 即是你說一個星期搞三次 一個星期搞兩次 一個星期搞一次 一個月搞一次 是理控制的 這是好事 還有其次要多 這樣才能夠維繫到 我已經說過 其實最主要是 男女也是 即是你女人男人 你虧了盜獄 你自然就沒有這麼多 心機去找別人 即是你那天 都虧了 這樣 哎呀 見到美女都性人模 都少了個慾望 會是 他是這樣來的 所以有些欺女 就打算拖著兒子 但又不允許她 其實有時候是多鞠魚 如果真正 如果真正 如果那條子 會扔鞋的話 你綁不住 即是不要想著 就說不給 我不給結婚才給 扔這樣 只能夠騙一種人 就是那些柱男 未想扔過鞋那些 還可以騙他 但扔過鞋那些 基本上 你不給我扔 我就出去找別人扔 就算是可以 靜靜的 和你拍拖 也可以 做一場戲 都會這樣 所以很多女生 說為什麼不住那條男生 其實就是你床上不行 反之而言 有些男生床上不行 那條女生都會離開 有一次有個網友 然後我問他 你跟前女朋友分手 其實每次都好像查案一樣 我都問一問他 你一個月搞幾次 好像說搞得一次那麼少 結果已經告訴大家 搞得一次又怎會健康 不健康又怎會長久 就是這樣的道理 好了 你說 喂 那我的女生真的不讓我搞 那怎麼辦 那又是回歸回第一個問題 結識的問題 一開始選錯了女 你基本上 你往後的步 往後搭出來的棋 都是一盆散沙 所以我是教大家 一開始試水 看看這條女生是否可以扔 最重要是測試這條女生 是否可以扔 是否對性的態度是開放的 以及受理教的 就是要服從你的 這是唯一的大原則 如果一開始不服從你 你往後 其實你只不過是你服從她 玩完手袋 請完吃飯 你是遇到女兒 但是你服從她 留心這個概念 如果你服從她 基本上這個關係 不舒服不開心 不要跟我說什麼 長期關係 如果你這樣服從她 你是說不到長期關係 長期關係 是理好 即是你作主 一定要 所有事情都是你作主 我再逐一點這樣說 你是要當她slave 當然你不是真的奴役她 不是真的鞭打她 不是真的法老王拿到鞭她 叫她搬磚 不是 但你精神上 你是要有一種這樣的姿態 告訴她 什麼都要聽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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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事實上 人都是有那個自由意志 的確它是會反你的 但是 都有分世中大的 我自己這樣說 人都是有一個著情權 即是你說 我雖然找你做slave 但我都給你自由意志 好像上帝耶穌那樣 即是 喂 我 大家你都是 用聖經所說 神的奴彼 神的奴彼 聖經常說 但我給你個自由意志 其實聖經就是如此黑暗 根本就是當所有人都是slave 神是唯一的master 那 也可以透過兩性上 也是work 那我是給他自由意志 有時候是被他反抗一下 我們可以用一招叫 push-pull 討價還價 如果不講這些 terms 就是討價還價 例如我吃某間餐廳 我又不喜歡吃 他又喜歡吃 那時候可以討價還價 那時候可以製造一些曖昧或者火花出來 在情侶的關係都可以做 例如他可以先跟他玩一會 他可能喜歡聖誕節 我想去一間高級餐廳吃東西 然後大家又貴又不好吃 不要去 你先反對他 因為這個時候 一個高級餐廳和茶餐廳 你是在爭取上把位 你是在爭取的 你每一個點 每一個idea 你都是跟你的女兒爭取上把位 上下把位 譬如他說A 你說B 大家爭取的 總之就是你哪個爭取呢 你就有極有可能邁向這個master 的地位 如果你每個都是輸的話 你十場都是給他拿主意的話 你就倒轉變了 你便變成 slave 有時候這些位置 你當然 有時候你未必拿到那麼緊 但是如果你十樣東西 你起碼要拿八樣東西 你才為之一個比較好 控制到的關係比較好 譬如聖誕大餐 你跟他說 解釋給他聽 那些餐是多麼垃圾 就是講一下茶記有多麼好 最重要的是 這是真人真事 譬如聖誕節聖誕 聖誕餐這樣算 我怎樣遊說女兒去吃茶記呢 其實我聖誕去酒都會吃茶記 相當之划算 好像吃了八五元三個菜 有蝦有菜有肉 已經是 很飽了 又有衣麵 這樣 很簡單 我用一件事遊說 女兒就說 喂 茶記可以坐著坐 就這麼簡單 你看那些高級餐廳 對著坐 我怎樣抱著你來吃 我想要抱著你來吃 一邊抱著你一邊吃 這樣是不是茶記好一點 這樣就好 這樣就走了去茶記 所以其實你每一次 爭依尚雅寶 你一定是有個理據去說服他 當然那種理據有時是即興的 我都不知道怎樣來的 有時是 純粹是 其實你想的就是為聖 你抱著他其實都是跟那個聖有關的 聖是推動一個人的欲望比較大的 即是你 好了 譬如有一個人躺在家裡 不能動的 你跟他說 外面有十條美女很漂亮 Cosplayer 很漂亮 快點下去看 這樣 那些人會彈起來下去看 其實是跟那個聖有關 所以你遊說的那些項目 其實可以扔到聖那裡 那你就會 整件事就會更加Smooth 容易 那當然 那條女是對聖是不會抗拒 如果 喂 十樣東西都好想保守的 坦白說 一早已經要Burn了它 所以有時找女是要 帶有少少淫底的性格 淫底之餘要夠like 不是那些淫底之餘又不讓你碰 又要釣高來買 那些是假裝出來的 為什麼那些又不抗拒 但是又不讓你碰呢 那我告訴過事實給你聽 其實他們是想讓你碰的 但是不讓你碰的原因 因為他們在用純狗去純訓你 他們在欠上把位 他們想著就是決定 就是我什麼時候放什麼權力給你 什麼時候讓你碰這些位 其實他全部都給你碰的 就是他被一個壞男人碰暈了 已經是 但是他偏偏就是盧勢你 為什麼 因為他想收你做兵 收你做奴隸 這樣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就是如果你發覺條女是淫底 但是又不讓你碰 就是因為他想收兵 就是這樣 還有一隻 就是完全不讓你碰 就是因為他保守 還有一隻 就是因為他過去的陰影 令到他對身體接觸有很大的抗性 也都會有 所以說 你跟著說到這麼多不等正常的女生 沒錯 我們就是要找一個正常的女生就夠了 正正常上 也都服從你的就夠了 當然 服從這件事很有趣 他對你服從 又未必對我服從的 這些是一些相對的事情 因為他喜歡了你 他就會服從你 女生就是這麼簡單 他不喜歡你 就會發覺很多阻礙 所以其次就是那個 就是相處的技巧 就是拖揽石 任何時候 男人都可以做的 在他身上做的話 那又為之一個比較容易維繫的 即是我們男人 喜歡拖揽石就疼 而不是像外出的 看到一些Beta 我心想他拍得很辛苦 他拍得很辛苦 觸碰一下女生的背部 也在那裡描縮 開始害怕了 女兒走前 他又想觸碰女兒 又不敢觸碰那些 相當之噁心 即是那些叫做念力 有時 即是控制到女兒 又不敢觸碰她 在那裡念力 在那裡觸碰她 用一些念力 即是害怕被蝦襯 這個花瓶 這樣 好了 即是 講了這件事 即是講了性那件事 即是隨時可以要 價值觀也要配合 即是 我要提出AA 就是 女兒一定要服 不服的話 其實是反過來 你不服 你會不服她 到時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你會忍耐著 又沒有忍耐 沒有忍耐 沒有忍耐 虧了那一道 勞氣 憤意 起人生不快 這樣 虧的過程是相當之過癮快樂的 男友虧欲的關係 女兒也要有的 即是互相虧欲的一個系統 好了 你平時的價值觀不合 那又不能丟 那你怎樣虧了她 這樣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夫妻為何沒有性 接著 那個男人又不服她 那她便偷情了 就走去 就是這樣來 在於就是 那個男人已經 生活和你已經充滿憤怒之氣 好了 那 就扔下肥肉 找你做肥肉工具 你又不盡責做你的肥肉工具 你自己做的女人 都是忍著肥肉的 其實男人扔你 你都爽的 你都同時虧了肥肉的 你又不肯 又扮上菜 那這個關係又怎會好呢 即是沒有 即是那個憤怒之氣 它是侮辱的 男女也是侮辱的 那最後就爆煲了 就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呢 就是你有時候價值觀不合 扔下肥肉工具 都可以補救 因為價值觀不合 可能例如 你下下要我捕錢 不要緊 你最後被我扔下肥肉工具 起碼我扔下肥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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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都叫做平衡 但當然 不是說上性的戀愛 上性戀愛 是連價值觀都合起來 即是說 我AA就是你都跟我的 我去哪裏你跟我去哪裏 我虧辱你就要給我虧辱 就是為了這樣 為了這樣 為了上性 即是你不要以為 說到女人好像真是狗狗 其實她的過程是爽的 大哥 有哪個女人不想 有個男人依靠著 即是帶著她去周圍玩 不需要出什麼主意 其實很多女人都想 扔下肥肉工具 所以這個都不能說 最重要就是 女人做回女人 男人做回男人 這裏都說了少少技巧 即是一些相處的點滴 譬如 其實拍拖來說 就是有別於結婚的 即是當你 丟掉了 即是價值觀都不錯 但結婚是另一個層次 亦都說現實的生活 我在這裏不探討住 但譬如你拍拖的時候 其實可以大量的接吻 大量的擁抱 即是一次dating 可能兩個小時這樣計算 兩三個小時 最好就是每次都爆房 每次都丟掉 這個為之good 當然要愈視又會見 沒有辦法 即是後來這麼 接著你會拖手 傳到 WhatsApp 每次看到會心微笑 大家都會心微笑 對關係亦有所幫助 亦相當廉價 只要拍片 在自拍、在嘴、拍照、飲飲食食 這些都是開心的 都容易維繫 沒有的,有時人很物質 但都定不過記憶 回憶 可能你拿著這些物件 坦白說都是一些垃圾 幾年後都不會使用 所以我拍拖永遠都不太物質 用很低成本的方法去拍拖 去吃茶几、拍幾張照片 講多個技巧 最近發現 Google 有一個相簿的 Apps 它有一個按鈕叫小幫手 它下面有一個按鈕叫小幫手 可以讓你選超過50張照片 選完之後它會幫你化作一條片 按影片的按鈕 它會幫你剪作一條片 像slideshow 還配上音 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技巧 如果你說一個長久關係 一個長久的女朋友 你拍了很多照片 可以傳給她 在大時大節 當作是一個大家的回憶 都有助加深大家的關係 當然 長久關係的事情 坦白說 終究一句 都是 沒有一定的 有時 都很難 用一條公式進入 但上下把位基本上是不會死錯人的 今天就分享著這麼多 如果愛情有很多問題阻力的 可以找我 想玩Day Game、Night Game 也可以找我 今天講著這麼多 多謝收聽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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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音 作詞 作曲